请大家先来看近区女明星的一个穿衣风格 这是金高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活动照片 这是高圆圆最新的营业图 这是全志贤的杂志 还有肯斗在巴黎的街拍 以及黑黎最新的造型 如果形容这些look的共同特点呢 那一定是高贵 而且有低调的奢华感 从视觉上给人印象来讲呢 布满logo的穿金带银风 会给人一种爆发护的感觉 好像没什么内涵的浮夸感 可是这种安静奢华风 会给人一种家境很好 自身也很有品味和沉淀的第一印象 咱们来看同一个人的不同变化 金高银现在已经是松弛感和高级感的代名词了 可是前几年的造型完全没有辨识度 和高级感也不沾边 高圆圆曾经也有过乱穿衣服的时候 这些卯钉啊水钻啊 还有亮片啊流苏啊 对她来说其实是不能碰触的雷区 而大气简约的风格呢 才称得出她的气质 乔治·科鲁尼的老婆呢 是人权律师 现在的风格是一个精英律师法 可她的穿衣风格呢 也是有过非常大的改变 以前会有各种元素混搭 看不清楚重点的造型 虽然她本身也是很优秀 可是穿搭的廉价感呢 总会给整体形象减分 甚至以前经常以美视网红风出现的肯斗呢 近几年的风格越来越克制 从美式的精神小妹变成了高级感爆棚的国际超模 如果说她是某一种风格呢 那一定会最接近当下的一个大火潮流 老前锋 可是因为名字是直译的原因呢 老前锋听起来非常奇怪 误区在于很多人会把老前锋跟老气联系在一起 可是这种风格的精髓呢 真的不在于老 也不在于钱 而是在于低调克制 有质感 会给人一种非常得体 又很谦虚 像是从小在幽默环境中成长的一个印象 比如经常以这种风格出现的Sophia Ricci 人家可是正经的老前 那她也是这个风格的典型代表 她就是98年出生的 那Kendo呢更不用说也是90后的超模 这种风格呢和奢侈品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马上秋冬的换季又要来了 大家不用觉得新的风格又要花钱买新的衣服 其实很多日常的单品 大概率在你现有的衣橱当中就可以找到 压箱底的那些呢都可以重新利用起来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在单品的颜色上面做减法 尤其是包包 一定不能有任何的大logo 老花 卯钉 水钻 这些多余的装饰 这也是时尚的轮回 那几十年前的老前锋呢 从包包就可以看出来 经典的颜色和设计是最不会过时的 当下的趋势呢 同样是让包包变成一个实用主义的单品 但实用不等于不好看 反而是更追求精致和更有质感的设计 比如Zero的包包呢 就是这种风格会直接联想到的一个选择 可是一般的价格都是上万块的 如果觉得这个档次的价位太过于奢侈的话呢 相似款大家可以看到这些 比如mini的方块包 还单肩细手柄的拖特包 价格都是Zero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二十分之一的样子 但它们都是真皮的质感 这种极简包包的设计呢 主要就是看皮质和线条 这种风格的精髓呢 不在于衣服的多少 而在于每件单品的品质 精灵各大品牌的新款当中 有像这样纯色的针织毛衣 这种轻薄的细密针织 也是入秋之后大家可以参考的款式 精细的羊毛或者羊绒 穿在身上会非常的温柔亲肤 比如像这样搭配同色系的阔腿裤 上衣的下摆呢 可以轻松的塞进腰线里面 再用简约款式的腰带来强调腰线 这些搭配都会给人一种经典老前的印象 这种羊绒或者精细羊毛的价格呢 差距很大 但平价日常的品牌中呢 同样是可以找到品质不错的 比如Zero的这件呢 可以在COS找到一个高度相似的款式 Polo领口经典黑色的细针织 那像这种小园领的套头设计呢 在优衣库就可以找到美丽弩羊毛的面料 还有单色羊绒的面料 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相似替代品 接下来的关键词呢 是调整全身的色调 夏天流行的多巴胺在这个风格当中呢 是不存在的 所有的颜色都要变得极简和克制 比如郑秀卿呢 现在是Ruff Lauren的代言人 他就是可以把老前锋 穿出非常时髦清爽的味道 在他身上多数单品都是中性色 Ruff Lauren这个品牌呢 来自于美式自由的休闲风 但它又有英式贵族的元素 所以非常的经典优雅 包括颜色呢也是传统的海军蓝 经典优雅的黑色和干净的白色 这些中性风格经典色系都是更显高贵和质感的 再比如我会经常参考的Kindle的风格 它以前也有过五颜六色的时期 当然也很好看很时髦 但现在的色调呢就更加的克制 而且对比以前 现在它身上的单品和颜色都会给人一种 一丝不苟的工整的印象 包括鞋子呢也是低调内敛的风格 即使选择有颜色的单品呢 颜色也需要低饱和度的清冷感 非常柔和的效果 和自己本身的肤色搭配起来呢 不会有那种很扎眼的攻击性的色彩 大家在今年秋冬选择颜色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一年四季每一季都有一件代表性的单品 来穿出这种风格呢 按季节的顺序 春夏就是Rafloren风格的衬衫 接下来就是有质感的西装外套和经典的风衣 最后过渡到Max Mara风格的羊绒大衣 这几类单品也是精致和经典风格的一个缩影 因为这种风格呢 会让人联想到那种三代以上才能积攒的财富 奶奶传给妈妈再传给孙女 所以外套的风格甚至是图案 也是有很多古典元素的出现 比如一些很经典的格纹图案 千鸟格的图案 细条纹的图案 像是Celine近几年秋冬的外套呢 就会很强调这些经典的元素 如果大家压箱底的外套当中呢 有这些风格都可以在这个秋天拿出来搭配 在风衣的选择上呢 除了最常见的有尖章的战壕风衣款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这种款式呢 今年推荐参考的是轮廓上更加简约的扩型款 它有短款和长款两种选择 因为减少了很多肩章和纽扣 所以穿起来呢会更加的轻盈 也非常适合娇小身材的女生 可以像这样内搭白色的衬衫或者T恤 再搭配极简风格 没有任何多余装饰的舒适平底鞋 也是非常干净简洁的色彩搭配 今年秋冬呢 这个潮流一定会是重头戏 目前看到的很多大牌成衣秀场 和各路名人明星的穿搭呢 已经完全向这个趋势在走 这个风格呢 先不说它老钱不老钱 至少它会给人一种非常简洁有质感的印象 而且它是无论上班上学 都可以用起来的日常时髦款 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灵感 这里是干货满的Hot Tal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下期视频再见